根据尼泊尔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 尼泊尔有超过三万人患有肾病 并且每年新增三千名肾病患者 导致国内的洗肾服务供不应求 因为他们的自来水的品质不是很好 再来我发觉到他们吃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咸 然后这个会导致到他们有高血压 使到他们的肾脏病的几率应该是相当高 由于肾病患者是逐年在增加 洗肾器材严重不足 2019年10月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 透过当地的志工请求慈激马来西亚分会 支援洗肾器材 现有的这个八个床位呢 他是要供给住院的病人使用洗的一些空位呢 才会给这个日照的病人 所以变成那些日照的病人的他们的这个等待啊 要等很久 有些病人因为等不到已经往生了 但是呢他们还是还有几百位的寸友还在等着 刚好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是有的一个空间 希望说是可以来来专做 一个这个日照的洗肾中心 实际就帮了他们renovate 变成一个洗肾中心 洗肾中心在整修完工后 共有13个床位 自己捐出了15台的洗肾机 从今年的2月开始运作 到现在已经照顾了45位圣友 我们的这边住进去 他的原色啊 调色啊 他的那些布置 他其实就是很有这个慈悸人文 很多病人走进去 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心很安 很安 跟这些新的区域 我们会可以给这些日照的服务 也会来到这些日照的服务 也会来到 这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一场地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他们会感到很舒服 在这里也会来到 这次上班 这个不仅仅能帮助 TUTH 它会帮助整体的 CGD病人 在这个国内 把握因缘 改善医疗设备 顺悠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此次人为医疗也踏出了第一步 大家新闻优尼斯与少年陈敏尼泥报道